哈囉大家好我是鐵翻 好久不見了各位 來吧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端午節的任務吧 我覺得端午節的任務還算簡單嘛 輕鬆反正就跟之前的活動也都差不多 難不成RO的活動大致上就這樣子 好啦首先呢 如果你有解完那個引導任務的話呢 在你的包包裡面會有一個動作是叫做幻驗 幻驗的話你解鎖的話 會出現在我們的動作這裡 那這個地方呢 這個時候就直接在中央的這裡 我們表達幻驗 欸沒錯這樣子就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拿到三次 三個東西這是第二次 因為我剛才已經弄一次了 然後我們這一次拿到的是聖光之旗 採集聖光之旗可以獲得聖光洗禮 每次可以獲得採集五次 每個旗子只能給同一個玩家採集一次 然後有獲得活力試劑 再加上一個伴手禮 等一下這個聖光之旗也是沒有時間限制的 所以其實不用那麼急的會用嘛對不對 好啦那我這邊如果再換一次的話 會有什麼東西呢 第三次的話又是一個聖光洗禮 再加上我們的堂出伴手禮 聖光洗禮其實我上次留到現在我還有在用 那時候打年獸的時候我還有用 我現在應該把他用光了沒錯 因為他可以直接讓你的傷害 打到0.5%的傷害 只不過我現在沒有去接夜晚的boss 如果打夜晚的boss的話 應該會更香 畢竟他給你增加一個buff 好啦如果再按下去的話呢 就已經沒有了 有一點可惜啦 不過沒關係 至少我們拿到一些東西 還有一個動作就對了 好啦那我們剛剛能幹嘛呢 主要就是聖光之旗 其實也沒有那麼必要 不過是在賽季這邊是需要用到的 是可以看到我們的聖光之旗 跟聖光洗禮那前程值達到37的話呢 應該也是這個任務的部分吧 我們現在任務呢是來到37 欸沒錯他就是你的前程值 前程值而已 那這邊一次是可以採集一次 那我們最多要採集5次 那每天的話應該都會有吧 如果沒有每天有的話 可能就找一下 或是在中央掛一下應該就有 那我們就直接使用一次吧 說唯一有玩家在使用 等一下真的假的 欸不是吧 欸真的呢 有人剛好直接用在這邊 那我就可以採集囉 採集一下我們就拿到 喔就一樣啦 他就給你拿到這個東西 那我今天採集完了 我能再採嗎 我現在再用一根 然後我再採一下 就跟之前那個萬聖節糖果 是一樣的道理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到 這個就收集一下 看你有沒有用 如果沒有用的話 留到其他活動再用的話 也OK 那我的這個在哪裡 對你看我這邊還有11個 我整個就是用有一點久 欸這個buff的話 應該是隨機一個啦 不過就到時候再說了 如果你未來有打王的活動的話 也可以拿來用 像之前端午 年獸那個時候我就拿來用 這狀況還可以 然後夜獵的話呢 就是在夜晚打MVP或Mini的話 會出現五月特供的兌換材料 那什麼是五月特供呢 點下去就知道了 現在這個活動還蠻簡單的 沒有多複雜 我們直接點下去 可以看到我們的兌換材料 應該就是打王會掉 香油香跟粽子 那這個東西拿到600個 可以換一個殺驗風箏消耗品 是我們的坐騎 那我剛剛看的是四數的坐騎啦 不過坐騎對於我們獵人而言 完全沒差 他畢竟他也不能戰鬥 也不能換話 所以說我們坐騎只能看而已 雖然說已經拿了那麼多坐騎 這樣沒有什麼用 好啦再來呢 是我們的稱號 這次的稱號就有點東西了 這邊有兩個稱號 一個是 劍蕩楚天闊 零細彩雲青 沒關係我們直接去看一下 在這邊我們的稱號 終於有能力了 不過這次的能力我覺得還好 但是既然有能力的稱號 就給他累積下來 畢竟累積久了還是蠻可觀的 物體攻擊跟物體防禦60 跟魔法攻擊跟魔法防禦60 魔法攻擊沒有用但是魔法防禦很有用 所以兩個如果能拿的話 還是給他拿下來比較好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累積到這裡 我們也加了蠻多的 力量25敏捷31 靈巧29 好啦也是蠻香的 累積起來 可是其實很像除了 主屬性以外其他很像都蠻爛的 你看魔法攻擊才加2而已 你看再加上去的話 物體攻擊可以加60 算多嗎 好啦反正至少有加還比每加來的好 好啦我們這邊換的話 現在是要200個嘛 如果200個的話 按照現在的價格是670塊 要嘛就是要現在先買好 要嘛就是等到活動結束之後再買 只不過這也是賭啦 你要賭說比現在貴嗎 還是比現在便宜 現在這個的話 我們直接算600塊就好 大概是12萬水晶 所以我們換完的話 大概24萬水晶 那就看各位了 還有當然 我的話應該是會等到最後一刻 然後再把它買補滿 然後再去換這樣子 初期的話我應該是不會 然後這個的話是換Zenia 兩個可以換一個 好啦這個也是到時候再說 然後還有我們的強化自選包可以換 最多是可以給他換到5的 那如果你已經強化自選包5以上的話 120級以上的話 240級以上的話 然後這個是60級以上的話 這個就對你來說沒有用 不過通常應該大多數還是有用啦 那個要點到滿 那花很多很多很多 你知道嗎 然後附魔自選包的話 是從中央到我們的 集分 這就也是看個人 如果能換的話 就跟他全部換好換滿 這一次比較特別 他多了一個工會貢獻 不過可以換80次 如果可以的話 我先把他換好換吧 因為這邊也很像 也只有這裡可以拿到而已 其他地方就是你要參加工會 KVM打 禮拜六的軍團戰 工會戰才有辦法拿到 不然的話 這邊拿到工會貢獻的難度很像很高 機會不是 機會很少 拿到工會貢獻的機會 其實沒有很多 那這邊能換的話 這個還蠻 蠻值得去換的 雖然說現在很像已經爆量了 除非你的影裝 之前非常幸運的來到影7 影8 影9 不然的話 應該都是會過量才對 好啦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換 就這樣子而已 看就看各位要不要換好 換我們 我應該就會換那個稱號 那那個強化的話 就看情況 稱號我會先換完 畢竟那個是 只有這一次而已 誰知道下一次會怎麼樣呢 然後再來是個人任務 通關副本一次 圈插一次 都可以拿到我們的油箱 再加上我們的前程值 那前程值的話呢 可以拿到頭像框 粽子 然後這是對話框吧 然後還有好友藍 再來是最後的油箱 最後一個又是什麼 哦 是我們的時裝嘴巴 不過也只有一棟而已 而且還是交易行上架數量加2 這個還算不錯 只不過我自己目前的話 很像就已經是 加3了 所以其實有用嗎 很像也還好就 好這就看個人有沒有想要 畢竟嘴巴你這邊含一隻鳥 等一下 好啦就看個人喜不喜歡這個東西 畢竟頭飾的話在熬裡面 還算蠻有名的啦 對還算蠻有名的啦 最後的話是我們的好友任務啦 好友任務的話 一樣啦就要找一個好友 然後好友的話 我們就可以有 通關 不是通關 累積消耗奧丁4000 所以兩邊只要各交換2000就好 累積通關副本64 所以你跟你的這個好友 每天都有在打副本 或是你跟你的分身都在副本的話 這個也可以解的 剩下就是儲值的部分 所以要拿到後面的話 好像是應該也是要儲值的沒有錯啦 大家應該都玩這個遊戲那麼久了 應該也都知道 好啦最後的話呢 他這邊有說啦 每日贈送好友3 專屬禮物可以獲得專屬兌換物品 活動期間最多可以換36隻 36隻之後贈送此禮物可以只可以獲得好感度 不過這個就有點奇怪 我這邊有送了 這應該說是這個吧 這個東西這個東西 剛剛拿到了 舒堂伴手禮 魅力值加2 然後好感度 然後情侶結婚後贈送可以獲得兩點情侶經驗 好啦我們就直接送完 可是很像也沒拿到什麼東西 我這裡是看不到任何東西的 這裡我們的前程值也沒有變 那就什麼都沒有 除了這個賽季的部分有叫你送你以外 很像看不到什麼東西 他說的36次我有點不深懂 難道說是這裡嗎 難道說36次的好友是這裡嗎 好啦就到時候再說 看怎麼樣我們再去決定 這個東西就到時候再說了 主要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五月特供的這個東西 要給他換好換滿而已 其他的話就比較見仁見智的 畢竟沒有影響能力 有影響能力的話就比較重要了 好啦以上就是端午節活動 如果要看詳情的話 這邊問號有寫 喔有耶 業烈耶 他這邊還有說 擊殺Boss有一定機率召喚出分身 分身會在10分鐘後 該地圖隨機位置更新 擊殺分身可以獲得 喔一樣獲得材料 然後名牌獎勵 等一下 名牌獎勵是不是百分之百卡片 然後呢 每天每人可以獲得MVP分身掉落 獎女獎勵各三次 不會在 喔就額外再給你打就對 這個還不錯 但是我夜晚才有 然後每日使用奧丁掛機 可以獲得經驗值加成 每日使用奧丁掛機 可以獲得 可以掉落活動專屬材料 必須與好友綁定 才有可能掉落 每日掉落上限如下 香油油箱的話是200個 種植的話是15個 每天200個 他的活動只有一個禮拜 多一點點而已 這樣講的話算10天好了 我們只能拿到2000個油箱 如果拿到2000個油箱 我們這邊能換什麼 這應該是換得完吧 這邊360個 這邊是8648480個 然後480個 360個 換得完 剩下的話換這個 就看大家換怎麼換 不然就買的這樣子 那種子的話感覺很像只能用買的 不然的話就要去追網 追網的話 可是那三次夠嗎 夠我們追得完嗎 不然的話就是還有這裡的30個 要給他拿起來才能拿到200個 我覺得那個很像有一點硬 不然就是課金龍 那這個東西就之後再說 不然的話就是用水晶 直接去把那個稱號給他買好買滿 以上就是端午節活動 如果你沒有要打王的話 算是蠻優宅 那如果你有打王的話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打王的一個時刻 畢竟你有這個東西可以保底打0.5% 等一下 你有這個東西可以保底打0.5% 如果你有5個角色的話 就可以打到2.5% 至少會比平常 如果打不到2.5%的話 會非常非常的香 但是還是要拼那個機率 才可以拼到王掉的東西就對了 好那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有什麼想訂閱的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還可以的話 能不能給這支影片一個讚呢 我是PFI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掰掰